我愿重申 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 并对伊朗极限施压 是当前伊核危机的根源 美方应放弃错误做法 为对话谈判留出空间 全面协议各方应秉持分布对等原则 在联委会框架内 寻求完整有效执行协议的方案 中方认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成果 业经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何可 理应得到完整有效执行 美方应停止无端指责中俄的做法 切实遵守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所有的规定 回到执行全面协议的正确轨道上来 各别媒体称新冠病毒 是中国病毒极不负责任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我愿强调两点 第一 目前病毒溯源工作 仍在进行中尚无定论 世界卫生组织多次表示 新冠病毒是全球现象 源头尚不确定 此时应关注如何应对 遏制病毒 应避免地域的污名化语言 请不吝点赞订阅